在水表上面放一块磁铁就可以让水表转速非常慢或者不转 很多人呢都听老水工师傅们讲过这个问题 到底啊这个方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也没有亲眼见到过是吧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首先呢你看啊这就是一块磁铁 你看可以轻松的吸到这个水表上面 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步啊就先把这个磁铁放在这个水表上面 你看这个表直呢是个金属的 我们把它放上放上以后 然后呢给大家演示啊 在这边给它注入空气 看一下这个表直它转不转 我们来看 还是转是吧 我们看放磁铁是没有作用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其他的位置 是不是位置没有放对呢 给它先放在这个水表的进水口 放这边 然后再来测试 还是一样 这个表直呢还是在转 我们把它再放在中间的位置来测试一下 没有起到作用 是吧 这个表直呢一样 它是可以转动的 放在出水口的位置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管用啊 也是可以转的 没有任何作用 它这个根本原因啊 就是啊 水表 它里边的表心和磁铁 它们两个是没有办法产生感情的 把这个水表 这个表心啊 给它拆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先拧开它 然后把这个罩子拿掉 再取出里边的表心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起不到作用的原因呢 就是你看这个表心里边啊 它都是 所有的配件都是塑料的 你看 它和磁铁是没有办法产生感情的 所以说 它们两个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吧 没有任何作用 是吧 所以说 大家以后呢 就不要用这种方法 其实呢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想要水费变得少一点呢 它的根本原因啊 就是啊 使用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节约用水 这个才是根本原因 好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